16星 它可以测 MPO转MPO的跳线 也可以测MPO转 LC SC ST 或者是FC的 扇形线 我们首先来演示一下 测MPO转MPO的一个 跳线的一个 操作方式 首先我们把 这个跳线 对着我们的光源输出口的K键位置 这边左边是我们的光源输出口 然后右边是我们的 接收接收端 测试合格它会显示一个push 然后不合格 它会有报警 它会提示第一个提示我们的线续 错误是哪一条 然后像这种黑色的 它就是提示式断线 如果我们再不知道这个条线是哪一款线续的话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一个学习模式 就F2 也可以自定义 自定义模式 我们首先要把它切到手动 然后这个是 可以任意 设置我们所需要的线续 如果这个位置是假签的话 我们的设置 它是为0 这个数字会0 输入端是0 然后这边就是任意可以切换它的那个序列号 然后保存 长按这个 蓝色的按键 Enter键 就可以保存了 我们内置的线型 是我们常用的 ABCD4款 它也可以测试 MPU 转扇形线 我们现在用 MPU的一个 12线的 扇形线来做演示 首先我们是把 程序 调到 12线 然后切到我们的一个扇形线的模式 然后首先把我们这个转接线 插到这个光源输入口 出出口 然后 对接到我们的背车线 扇形线的模式我们有三种 一个是手动 手动模式下我们是用按键切 然后有一个全量的模式 就是可以全部打开 同时打开 12个通道全部打开 也有一个自动的模式 自动的模式 它是频率也是可以 自由选择的 我们内置的有五种模式 快慢 油快到慢 然后 三行线我们也设置了一个 自定义的模式 就是可以设置成自己想要的一个线续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F2是一个自定义的按键 然后自定义模式下也是 要切到 手动 然后这个地方 也是跟那个MQ软MQ的线续设置是一样的 你如果是这个是假线 就是把它设置为0就可以了 这样的 然后其他的线续 都可以任意选择 比如这个我们设置是个四星 可以微星 这样子 然后长按保存就可以了 它开启了这个